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題目 是那個校園結合病的群聚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前面的四、五十分鐘 會跟大家go through結合病的部分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結合病 我猜 這邊你認識的人得過結合病的舉手一下吧 OK Fine, thank you 有少數的同學 他們曾經有過身邊有人 確診結合病的那個經驗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 可是如果我問說 你自己得過流感的請舉手 那麼少嗎 好,請幫忙下來 對,如果再問成是你身邊周圍的人 有得過流感 那可能機會就大很多 所以原則上你就可以知道一個很常見的 季節性的疾病跟一個比較少見 但是慢性的流行的疾病 其實在你的生活裡面被你遇到的那種情況的差異 那我們第一堂課會跟大家lecture一些東西 那我們第二個部分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怎麼樣實作接觸者檢查的interview 那interview training其實是一個比較長的training 但是我們今天會用一個短板的training給大家看 有機會你們可以去網路上看這個片子 今天沒看到沒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Outline 我們會先介紹TB 然後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流行病學上 全球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然後接下來就會跟大家舉幾個例子 跟結合病在學校有關係的群聚 跟我們大家比較切身有關係的 然後我會跟大家講說 在校園我們要做結合病的群聚調查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 最後我們會跟大家講說 事實上目前我們希望在年輕的族群 能慢慢走向所謂的消滅結合的計畫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先看看結合病 結合病基本上是一個空氣傳染的疾病 那空氣傳染的疾病呢 只要人能呼吸就有辦法把這個細菌吸進去 但是它要有足夠的量 然後要足夠長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不會像流感一樣 好像很容易就傳播給大家 一個人如果碰到結合菌 而且真的有效的吸進去之後 一開始他沒有什麼症狀 不像流感兩天兩三天內就發作 通常他的結合菌素質 皮膚結合菌素質測試呢 或者是用抽血來做一個檢查 看看有沒有感染是第一個 會給我們一個crew的一個情況 好當這個跡象告訴我們說 這個人感染之後呢 他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病也不會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發病 中期醫生大概成人大概10%會變成病人 那小孩子可能到20%他會從感染然後呢走向發病 那大部分的病人呢是以肺的結合病為主 所以印象中你們印象中的肺結合 肺結合其實不是只有肺有結合 全身都可以有結合 可以有尿路結合 可以有淋巴結合 可以有骨頭的結合 但是最常見的確實是肺的結合沒錯 少部分的人呢沒有機會在死亡前得到診斷 所以就死亡了 或者是要診斷呢需要一些資源 那有些人他真的是很窮 他沒有辦法診斷 所以每一年在地球上因為結合病死亡的病人 還是不在少數 那我們剛剛提到呼吸道可以傳播的疾病呢 要不就是肺沫傳染 要不就是空氣傳染 空氣傳染的結合 像結合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那另外呢大家雖然比較少見 不過偶爾如果你注意新聞的話也會有 就是麻疹 肺結合麻疹還有我在上面沒有列的這個水痘呢 都是屬於空氣傳染的疾病 空氣傳播的疾病呢如果像麻疹啊或是水痘呢 他們的傳染力都非常強 意思是說在這個房間裡面 如果你沒有打過疫苗 今天呢突然有一個外國的同學呢 他不知道怎麼樣就是那個麻疹或水痘發作的話 那各位只要你沒有得過 你馬上就會在這間房間裡面被病毒找到 然後潛伏期之後你就會變成病人 所以麻疹跟水痘的傳染力是非常非常強 但是肺結合就不一樣 肺結合我剛剛講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讓他不容易被傳播 但是得病的人也不容易馬上被診斷 然後呢 他在被診斷之前又要花好長的時間去傳播別人 所以再怎麼想 都是這種病比較聰明 自己會活得比較久 馬上把病人弄死的病其實不是很聰明 你看SARS自從把病人都弄死之後 你現在還聽過SARS嗎 有聽到他的堂兄弟叫MERS-COVID 但是沒聽到SARS對不對 Droblet的部分呢就很常見囉 平常的感冒啊SARS啊 這個都是屬於Droblet Droblet因為他的含水量比較大 所以呢他比較容易怎麼樣 很快就掉下來 他跑的範圍沒有辦法在空氣中懸浮著 所以他基本上你必須跟這個人 做某種程度上的親密接觸 但是有的時候呢 你是摸到桌上他留下來的遺跡 然後再摸到自己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 我明明沒有跟病人直接接觸啊 怎麼就得到 所以大概要有一個概念 飛沫跟空氣的傳染 好 於是乎你就可以想像 等一下我們在接觸的檢查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空氣傳染 我們要想的事情可能就不是 只是飛沫傳染要想的事情 好 那影響結合病傳播的因子有好幾項 不過我們分成三大類 一個是你至少要有源頭吧 第二呢 是接觸者自己的免疫力的問題 第三個是環境 源頭呢最好是強而有力的傳播者 所以呢如果他抹片陽性 就是這個顯微經驗檢查 就看得到細菌的這種人 這種人平均彈裡面 都是超過1000隻細菌以上 這樣的人傳播力強 肺部呢S光片都被你看到有開個洞了 表示裡面窩藏很多細菌 這種人的傳染力最強 源頭對了 源頭不是很對 其實細菌量不是很高 可是如果接觸者本身呢 有風險因子 比方說他是在一個人口密集機構 本來身體就不是很好的一群老人家 或者是接觸者本身有潛在的問題 這邊列的就是一個疾病上的潛在問題 如果是這些免疫力相對不好的人 那麼他也比較容易 雖然指標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傳染性 他還是怎麼樣 易感受族群 他接受到然後呢他比較容易變成病人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環境 我們現在越來越在在乎環境為什麼 因為免疫力差的人 我有辦法保證他時時刻刻都像 都有個罩子罩著他嗎 沒辦法對不對 我又沒有一個非常非常有效的疫苗 來保護成人型的結合病 所以環境的控制很重要 換氣量如果不足 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像我就很敏感 我就覺得現在其實蠻悶的 好 你們千萬裡面不要有病人 好 沒事 其實我最危險 好 換氣量不足的情況下 其實也會造成怎麼樣 因為我們剛剛講空氣傳播啊 他會在空氣裡懸浮啊 你不把它換掉怎麼樣 欸 下一口吸進去的人 連你的臉他都沒看到 可是他就吸進去對不對 好 所以換氣很重要 好 所以環境的控制呢 在越先進的國家呢 越是一個issue 好 結合病人傳染力我剛剛講 如果他是一個圖片陽性的病人 如果他是圖片陰性的病人 他造成接觸者的這個被傳染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越近代 你看隨著時代的進步 其實我們的環境受到改變 即使是家戶內的這些病人 他要能夠傳播的比例 也逐漸降低了 從以前大概六七十%的人 接觸者 家裡如果是這個sameer陽的病人的話呢 他們都會變成被傳染者 可是呢 現在面面大概降到20%左右 如果這個病人早一點被發現 他是sameer陰性的 或者是說他是培養陰性的 那麼他的傳播力就非常低了 好 那你可以看喔 如果是家戶內接觸的 或者是只是一面之緣 共同分享空間的 他們得到感染的這個比例呢 也大大不相同 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像 當你要去做接觸者檢查的時候 就好比這個十字就是一個什麼 傳染源對吧 傳染源在這裡 然後呢 旁邊有一堆同學 就好像 我不要標籤畫某個人好了 我如果是指標個案 你們就是那些小圓圓圈圈點點 如果今天其實是帶著病來 帶著病 可是我不知道我結合病來的話 越靠近我的理論上 就越容易被我的空氣傳染到對不對 除非你坐在換氣的地方 或者是你坐在大家的氣 都要跑到你那裡回收的地方 這個才會跟這個距離不成正比 好不好 我們在有一些群聚裡面 確實看到通風口呢 跟送風口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理位置 各位如果以後要去那個 非常擠的辦公室上班的時候呢 你的位置呢 決定你的命運 好 OK 所以呢 我們在整個接觸檢查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會斤斤計較一些事情 那我們今天會舉的例子都是非常具傳染性的 比方說病人有症狀 而且呢 痰塗片是陽性 而且呢 他有開動 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在他有症狀之前的三個月 他就已經可以怎麼樣 傳染給別人了 OK 所以你看喔 今天呢 有一個病人因為 因為這種情況呢 被通報 通報到疾病管治署來 我們會問他 你的症狀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是我們接觸者檢查的時候 我們指標個案的 interview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於是我們從這個symptom呢 就可以去推 三個月前呢 他應該就已經可以傳染給他周遭那些 他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人 對不對 好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他通報之後 他可以得到正常而且有效的治療嗎 如果可以 那麼他的傳染期就會怎麼樣 就會在他培養陰性的時候呢 停止 OK 所以 這是一個簡單的圖片 等一下呢 你們在interview指標個案的時候 因為你們要去找接觸者 所以在interview指標個案 你們要去想一想 我剛剛教過你們的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時間叫做可傳染期 好不好 好 第二個部分要跟大家教的是 目前地球上跟台灣的 流行病學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呢 顏色越深的呢 就是表示他的TB的發生率 每年的新案個案的發生率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顏色深主要是集中在哪裡 就是沙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這個部分的結合病盛行率其實都蠻高的 你可以看到淺綠色的大概是 十萬分之一百到三百 那如果是再高一點的這些地方呢 都有三百以下 我們的友邦史瓦祭蘭 就是十萬分之五百的地方 大家可能以後有機會去非洲的話 就是史瓦祭蘭大概是我們最容易去幫忙的地方 那個地方的結合病其實相當多 印度還有印度外蒙古都是不遑多讓 還有很多前蘇聯剩下來的一些 什麼是傻的那些國家 其實對結合病也是很盛行 我們現在不能說進口 要政治正確 我們呢 我們請來的外籍的看護 我們取進來的外籍的配偶 其實很多都來自於高發生的國家 這些國家呢 發生率都挺高的 大概都有一百到三百的實力 好 整個亞洲裡面 表現比較好的就是日本 日本在2013年的發生率大概到十萬分之十八 台灣大概是十萬分之四十九 2013年是台灣首度 新個案發生率下降到十萬分之五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年份 那新加坡以前都是贏我們的 可是新加坡在2013年整理他的病人 發現他其實有十萬分之四十七 主要是因為他用了大量的外來人口 你們都知道新加坡他們這幾年為了經濟 他們其實勞力從旁邊的國家過來的其實非常多 那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知道TP其實是一個 沒有辦法有border control的disease 因為基本上人是會流動的 非常低的國家像美國大概是十萬個裡面三點三個 所以他們一直在講什麼 elimination 根除消除 UK大概十萬分之十三 我可能撐不下去了 因為UK也是有非常大量的外國移民進來 那大家可以想像German 跟這個就是廣收難民的國家 他們其實開始要有對這些tropical disease要有配套 那這是我幫大家摘入的 其實像巴西就是封足球的巴西 它的發生率其實 發生率大概十萬分之四十六 跟我們很靠近 China大概十萬分之七十 不過很多人都質疑China的通報率 那Indonesia大概十萬分之一百八十三 菲律賓兩百九十二 South Africa十萬分之八百六 台灣已經沒有十萬分之八百六的地方了 泰國大概十萬分之一百一十九 越南大概一百四十四 台灣比較危險的地方大概十萬分之三百左右 等一下可能有geographic的圖可以給大家分享 植物病發生率呢 隨著這個我們的十年減半計畫 當然就陸陸續續的在下降 其實當然我們什麼都不做 只要這個社會現代化其實 結合病也會慢慢的下降 不過我們都希望我們下降的幅度 會超過天然的下降程度 目前跟基奇比較 跟2005年比較大概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台灣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絕大部分被感染的人 還沒發病的人 其實已老年人居多 所以各位看大約六十五歲 2005年的時候 結合病的發生率有十萬分之三百八十 慢慢的下降很快 其實這個幅度是很大 下降到十萬分之兩百三 如果是老人家的話下降更明顯 可是年輕的孩子 你只要能看到年輕的孩子還有結合病 你就知道什麼事情 有傳染對吧 對不對 他們才剛生出來沒多久 為什麼會有結合病 尤其是這個十幾歲 尤其是你們這個年紀 你看 十萬分之二十二到三十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做做做做到 通通在十萬分之二十一下 中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當然希望隨著越來越多的預防性 也就是潛伏結合感染治療的program 會讓我們 對不起 會讓我們年輕的族群 包括我們三十幾歲的族群 都可以更明顯的下降 雖然其實下降的幅度真的很大 你看台灣十萬分之二十以上 只剩下三十五歲以上的年齡層 好 所以由我們來看這個結合病的死亡 大概跟你們比較沒關係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死亡的病人 都是年長的senior citizen為主 我們大概 他們大概佔我們死亡個數 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以上 那整個死亡的趨勢其實一直下降 所以我們在全國死因的排行 已經掉到第十七、第十九位了 我剛剛講 過去其實結合病 都是台灣法定傳染病第一名的通報結病 結果你們猜 怎麼著 你們有關心時事嗎 最近法定傳染病最紅的是哪個病 登革熱 登革熱光昨天就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個 已經累計到一萬八千 所以我們不是今年才公首讓給登革熱 去年就已經讓給花媽了 所以基本上 不是今年才有登革熱各位 去年登革熱就一萬五千個了 大家只是 大家在太相信媒體了 媒體說什麼就聽什麼 事實上去年就已經很多了 去年就已經打敗我們了 OK 所以整個Global跟台灣的這個TV的rate 要在心裡面 為什麼 我是期許大家以後不是在台灣 我們總是到處走 所以我們至少要知道外面的世界長怎麼樣 然後想一想我們能幫助別人什麼 短期內結合病 你一定可以幫助別人的 不會突然消失不見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講一下幾個在結合病的這個學校的群聚事件 其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傳染病 只要有人的地方傳染病就很難殲滅 那結合病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是一個專門培育體育人才的學校 他們其實學校適中 大小適中 那這個學校呢 會依照這個學生的不同專長來進行這個訓練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TP個案主要呢 從2006年到2009年總共確定了16個病人 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異常的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年齡層大家剛剛算過了 十萬分之多 不到大概20的發病率 十萬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發病率呢 乘一乘那個學校的人數 你大概就知道他們應該有幾個病人嘛 可是你看喔 他們從06、07、08、09 不到四年的時間 三年的時間累積了16個病人 這時候我們就覺得這個不太對 而且呢 他們的學生主要分佈在這三個系所 所以就會思考說 這些學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呢 在流行病學上有很好的實驗室的一個診斷工具 幫助我們知道 到底菌株是同樣的還是不同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喔這16個學生裡頭啊 深紫色的都是同樣的菌株 那有些病人因為他沒有菌株 我們沒有辦法比 有些人因為彈音沒有辦法比 不過至少我們看到喔不對喔 這個地方怎麼有這麼多同樣菌株的病人 於是我們去做了關聯性調查之後發現 你看一開始的這個暗1跟暗4 菌株同樣相同呢 他們其實呢 是都在A系裡頭 本來想是不是A系發生outbreak 可是呢 後來呢 出現了什麼 不只是同系的學生 我們還看到不同系的學生跑出來 所以呢 到了07年的時候 08年的時候 同菌株的病人裡頭呢 出現不同系就知道 欸不是只是在同系裡頭 或是同班一起上課所導致的 看起來是因為他們有其他共同共同的事情 這時候就經過調查就明朗了 發現呢 喔他們一起做特定的體能訓練 即使不同系也會有同樣的 比方說你是射箭的啊 射箭比較不容易因為在室外 你是搏擊啊 你是角力啊 你是體操啊 然後你有共同的體能訓練就發現 欸原來啊 紫色這一圈裡面 通通都有同樣的體能訓練喔 於是呢 就更進一步去比對啊 甚至去清查了什麼 一開始不清楚的時候 還清查了 這學校附近的房東啊 餐飲業啊 有沒有問題這樣子 那結果發現喔 跟這個訓練非常有關係之後呢 針對這個2006到2008年 這個同樣這個社團的接觸者呢 提供了什麼 提供了潛伏結合感染的治療 慢慢的呢 就把他們追回來 而且呢做治療 然後並且呢去思考說 是不是他們共同鋪的環境有問題 好 結果發現啊 這些有去重力訓練場 做訓練的同學呢 這個地方屋頂都很矮 空間很狹小 裡面一下子要放好多人 這個時候就會有 剛剛我一開始坐在這裡覺得 你知道因為平常 休克同學沒有這麼踴躍啊 可能一半就好了 換氣都夠 當我們全部都坐進來的時候 還得了 那今天還好我是詹沛君 那如果今天是精神舞的話 教室可能就全部滿出來好 那時候就不夠換氣好 所以呢 講精神舞都沒有人會笑 因為是我那個年代 通風不好 第二呢在角力場就發現也是 這通風都靠幾個這個排風扇 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沒有什麼自然的通風 後來你看他們改成這樣子的角力場 就是窗戶很大 開起來的時候其實自然通風非常好 如果不行的話呢 排風扇跟冷氣的通風呢就要注意 所以先去改善環境 不然其實只要有一個人你沒有即時抓到 你就有機會再傳染給同樣場合的人 OK 所以到了2009年呢 雖然還是有個案 不過你看個案怎麼樣 都是M陰性的病人 意思就是說 他們都很早就因為接觸了檢查 先被找到 不像以前都是M陽性的病人 就是所謂的圖片陽性的病人 所以原則上慢慢這個群聚就被控制了 你們可以想像啊 如果我們不處理這些 以後要當老師的人 以後當他有一天因為訓練或是因為壓力 突然免疫力變差 然後從感染者變成什麼 發病者的時候 那牽扯到的事情就很多了 因為他們當老師可能會教年幼的孩子 或者是學生 所以群聚就會一再發生 好 好 第二個學校呢 是一個高中 這個高中呢 在98年的時候呢 被通報了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 98年5月通報 98年6月就被迫轉學了 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結合病藥轉學的人 可以體會嗎 理論上是不可以強迫他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就 環境大家很遏執的時候 病人就會受不了 就會想轉學 這個病人就轉學了 這個病人就轉學了 那基本上 他的同班同學分別在那一年的10月跟來年的3月也被通報成病人 這個時代是我們還沒有開始在這個年齡層做前腹結合感染治療的一個階段 所以才會陸續有兩個同學通報 更有趣的事情是同校不同科不同年級的同學呢 在將近第四案發生的時候 也就是他是案三 也被發現 當同班或者是住在同一間的室友生病這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當你是在不同的地方發生病人的時候 這個意味著什麼 你這個群突發會出問題喔 所以呢 當我們3月的時候去比對案一案二菌株是基因別也沒相通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confine這個outbreak了 因為一樣有重要嗎 其實在這個場合已經一點都不重要了 為什麼 他們就同班啊還有什麼好比 好 我們去檢視這個學校發現 他們的規模跟剛剛那個學校差不多大 他們學校沒有宿舍 好理家在 可是呢 學生通勤所以有校車 發生的 發病的四個個案呢 其實都是在高中部 所以呢 這個高中病和國中部 可是國中部看起來是沒有事 我們剛剛講案一案三案四通報 就一開始的時候沒有留意 等到九月九年四月 發現說喔 居然還有不同科系的同學的時候 仔細回去做疫調的時候就發現 哇 同學都很活躍啊 不只是只有同班同學而已 還有社團啊 還有這個校車等等 游泳隊什麼的 所以這個接觸者檢查就越來越大了 大家可以回頭看案一的S光片 整個左上肺怎麼樣 都是開動的 所以裡面細菌非常多 他說這個案子身上其實有一些社經地位 在他身上的問題發生 他的父親長年在中國已經不回來了 然後他母親是擔心洽定 可是他必須要養活自己 所以他每天上完課之後 白天上完課晚上就是去 任何他可以打工的地方打工 所以他一直拖延他去看病的時間 他診斷結合病之前他只看過兩家診所 可是是在半年內看過兩家診所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辛苦 然後也沒有真的去到對地方就醫 所以他等到診斷的時候 他已經非常具傳染性 所以從這個案一之後的案二案三案四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 這個科裡頭 這個班裡頭其實 陸陸續續發生病人 都來不及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不過我們也在其他 包括熱舞社還有公車上面 都可以找到跟這個群聚 按一案二案三案四陸陸續續相關的個案 那後來我們怎麼樣讓他停止呢 就是在一直到案八發生的時候 我們終於說服地方衛生局 提早給他們做潛伏結合感染治療 所以後來這個學校 被監督局檢查的人總共有一千個 但是他們的群聚沒有拖累到旁邊的大學 你知道為什麼會大學 這些孩子會畢業 其中有個孩子來不及幫他做潛伏結合感染治療 就在大一的第一個月在別人家裡面發病 幸虧那個學校通風狀況很良好 所以那個學校就沒有再續發的case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要看遠一點 雖然很麻煩但是要做 這個是很有名的case 2011年的年底我們上了新聞 因為某個學校呢 他們出現群聚事件 那群聚的時候 接觸的檢查呢 學校就做了一個有趣的決定 學校說啊 這我們學校齁是這個傳播為主的學校 這個我們很有辦法來控制媒體 因為媒體都是他們家的學生啊 他說他不怕 他說他們不怕媒體 我們跟他講說媒體進來亂的時候 其實你們會很難做事 但是他們就不相信我們的經驗 他們就說沒有問題我們會處理 因為都是徒子徒孫啊什麼沒有問題 而且他們自己做個決定 說他們要手機簡訊來告訴同學 要來做接觸者檢查 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一個接觸者 什麼的 同來都沒有人跟你講 什麼叫結合病的接觸者 然後突然一通簡訊跟你說 這樣子 你覺得有沒有人會去爆料 結果果不其然 那天晚上發第二天我們就上蘋果了對不對 第二天蘋果就寫了 然後就是寫得非常非常的生動這樣 其實每一年啦 一直到2001年那一年 每一年大概都有600多位的結合病 發生在13到25歲 現在教育的市場不太好 你看13到25歲大部分的人都在幹嘛 在學校 所以平均大概一天就有一到兩件這樣的事情 需要做接觸者檢查對不對 好了 這事情 這事情到最後 是演變成這麼大的事情 暗1呢 暗1剛被發現的時候 大家覺得沒什麼事 可是呢 到了暗3跟暗2被發現的時候 覺得不同班 可能是臭巧吧 到了暗3被發現的時候呢 大概已經半年了 這個時候 暗1的威力 早就已經散布給 暗1的這一大堆人 所以呢 這些人就像粽子一樣呢 在一年到兩年之間呢 一直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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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大學生的年齡 也是我們還沒有資源做接觸者 潛伏結合感染治療的這個時候 你可以看到不只這個班 一起上學的另外一個三年假班 對就是他們上一屆 可是一起修課的同學 還有同年齡的另外一班 是主要的大中 你就會想啊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到底是去哪個危險的地方上課 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跟你們說 好 那另外就是 學校裡頭因為不同的個案發生出來之後呢 也牽連到了其他修課 不同的班級修課的同學 所以我們知道 不是只有這個A系的教室有問題 這個學校應該有一個很普遍的 通風換氣的問題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環境的評估 我們發現啊 這個A校的A大樓 三四樓跟C大樓的這個地下室 C大樓的地下室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那幾個班級群突發 非常激烈的地方 要跟大家講齁 台灣對換氣的這個品質管制啊 一直都不能說落後 因為大部分國家都不太管 可是我們吃虧在哪裡 換氣不好但人又很多 那學校呢是賺錢的 大部分尤其是私立學校 它是為了要賺錢才收比較多學生 所以這個時候只要收得滿滿的 老師就沒壓力 你們要知道很多那個桃園以南的大學 現在都要老師去跪求大學生來上課 你們知道嗎 所以這個學校算是招生非常好 那基本上你看喔 地下三樓的二氧化碳濃度高達1600 1600大部分的人都很想睡覺了 我們還去過學校是測起來3000的 那一般來說應該要維持在1000以下 那兩棟大樓之間的問題是空調氣孔啊 根本只有進氣沒有排氣 只有進氣的意思是什麼 氣灌不進來 其實因為沒有出去的地方 大家都有那個等壓的概念吧 除非你加壓加得很厲害的 可是沒有地方可以出去啊 只能從那個門縫啊露出去而已 你先想看換氣會好嗎 你看我們現在其實也是把門關起來 希望我們的換氣很好 來我們看一下喔 A校C大樓怎麼樣呢 A校C大樓呢 很漂亮的一個 滿有人文素養的地方 它做了帷幕玻璃 帷幕玻璃的意思是這個窗戶是不能打開的 地下室就在這個進來之後的下去 地下室本身沒有排氣 出來的唯一洞口呢 又被彩繪玻璃擋住了 所以基本上完全沒有辦法自然的換氣 後來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你看剛剛那個漂亮的彩繪玻璃 被我們的專家建議了最後硬生生的 全部都變成什麼 紗窗 對 有一好沒兩好啦 漂亮的東西但是不能夠換氣 那另外呢當然呢 增設新鮮空氣的排風系統 你怎麼可以有一個地下三層樓的建築 沒有排氣啊 真是莫名其妙 好啦 所以呢 到了再來年的寒假 終於就施工了 我印象中那是2013年的寒假 終於施工 那中間怎麼辦 就把學生調到別的旁邊的一些公家單位去借教室 讓學生去那裡上課 好 禁止他在這裡收課 好 那一般的綜合大樓呢 其實 教室兩側的窗戶以及前後的門都打開來通風 因為其實教室裡頭的空調通風都沒有達標 學生非常非常的擁擠啊 你們現在這樣子你們之間還有距離對不對 很多私藝學校之間是沒有距離的 你跟隔壁人沒有距離 所以基本上就連桌具都要被修正了 就是要拜託他們 然後不夠換氣就加裝這個循環扇 再讓西大樓地下室的教室呢 門打開裝循環扇 然後增色這個排風系統 一般的教室呢 也都請他們把走廊端的這個空氣窗戶打開 因為他們進氣跟出氣的換氣孔都在走廊 所以其實必須要能夠增進換氣才可以 那大家都要知道 到了冬天開始變冷的時候 大家就想要把窗戶關起來 所以有時候這個風險在台灣 空調的換氣其實是非常難 在舒適跟省電 還有大家方便上面 要達到平衡 所以常常如果你覺得不是 你知道現在有一些學校 其實已經裝二氧化碳偵測儀 就直接 比方說後面通常有個 比方說我是講師 後面就有一個遲鐘 告訴我該下課了 所以就在下面裝一個二氧化碳偵測儀 大家都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逃走 講了這麼多學校的例子 大家回想一下 從你出生到現在 有哪些地方的空氣其實換氣不是很好 你們不用想 家裡的那種冷氣都是沒有換氣的 這樣可以明白嗎 所以你的公司如果裝的就是那種冷氣 意思就是幾乎沒有換氣 你如果不把它打開窗戶打開門 那你們一整天就在 就像把汽車裡面的那個 按下不換氣牛一樣的那個意思 OK 好 所以大家有了初步的概念 知道我們都在做什麼 然後平常我們會遇到問題 接下來跟大家簡短的介紹說 接觸者檢查跟Outbreak的時候 我們在學校我們會做什麼 原則上接觸者檢查的目的呢 是希望怎麼樣 早一點把接觸者 不幸的接觸者呢 看看呢 他是不是活動性結合病 把它順便找出來 第二呢 我們想要知道 如果他被感染還沒有發病 我們可不可以用潛伏結合感染 幫忙他一輩子都不要發病 OK 這就是兩個目的 原則上呢 在台灣呢 同宿的或者是一天累積暴露時數 就是同宿的或者是累積暴露時數呢 達40小時以上的 或者是一天接觸超過8小時 我們呢 就會一定會做接觸者檢查 可是呢 我們在做疫調的時候呢 我們會利用暴露時數 累積暴露時數去評估 到底我們要把這個暴露時數 卡在哪裡 我們會看到 暴露時數越長 他變成病人的風險又越大 暴露時數越長 他被感染的情況就越嚴重 可是有時候會有例外 像剛剛那個A校的群聚 就有一個孩子 他明明跟指標個案接觸的時間 只不過20小時而已 可是他就中標了 所以就知道那個地方的換氣 環境有多差 所以呢 有的時候在群聚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利用不同的匡列的對象去比較 然後告訴自己說 是不是還要更進一步 是不是還要更進一步 做接觸者的 潛不結合感染的檢查跟評估 這種方式叫做投食入食 也就是說 當你的資源不是無限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思考 你要做哪些人 有些國家呢 只會做什麼 接觸檢查只會做同一個家人 就是Family 因為Family 想來 就是花在一起的時間最長 不過大家是年輕人就知道 你跟Family的時間可能沒有 你跟男朋友的時間多 你跟Family的時間可能沒有 你跟同學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試情況來做一個調整 好 針對這些高傳染性的結合病個案的 校園接觸者 我們從2012年起呢 衛生單位會直接去安排接觸者 進行前伏接觸感染治療 就不會像剛剛的L校 A校 還有那個T大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預防一個病人 變成三個病人的窘境 好 所以呢 在校園接觸者檢查的部分呢 我們 就像你們等一下做interview一樣 你會先確認指標個案 是不是符合史密爾羊 而且培養羊 就是圖片羊培養羊 然後呢 在確診七天內 我們要去跟指標個案談一談 為什麼要去跟他談一談 因為你想要跟他看關係 你想要給他公共衛生的教育 你想要讓他知道怎麼樣照顧自己 怎麼樣配合醫療 更重要的事情 你想要從他的嘴巴裡面套出什麼 他到底有多少 可能有效 可能未來會發病的接觸者 OK 所以我們在七天內去訪談 等一下大家要練習的就是訪談 我們會智慧學校的主管跟校戶 為什麼 因為要他們來配合我們進行個案的支持 以及接觸者的檢查 這時候我們一定會告訴學校主管跟校戶說 基於這個傳染病防治法呢 你有責任要知道 但是你有義務要保密 如果他不保密的話 我們是可以用傳染病防治法來 Punish他們的 在這個保密原則之下 我們才有可能進行接觸者檢查 為什麼 如果你是指標個案 你知道有一個人會來 把你的認識的人通通通找去做檢查 然後還大嘴巴的跟他講說 就是他就是他是病人 你會想要告訴公共衛生說 你認識誰嗎 應該不要吧 對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保密原則 那我們去學校還要評估剛剛我講很重要的 這個我就不再追溯了 剛剛都舉例了 很重要的環境 然後我們會去看 社團名單 學校名單 選修課名單 然後我們會進行評估 當然如果你選修了一個課 可是你每次都不去上課 你還是會成為接觸者 除非你提出有力的證明 說你真的每次都不去上這樣子 好 我們會通知校方什麼時候要去進行開說明會 然後呢 有些學生因為還沒滿20歲 會需要家長 你會需要inform家長 那很多家長他 尤其是大學的學生的家長 他沒有辦法來這個學校 那我們只要讓他智慧 讓他了解下面的事情 這樣就是OK的 那我們也會安排好 如果你診斷了真的是潛伏結合感染了 那你需要合作醫師幫忙你 哪些醫師哪些時段 會有人幫忙 那我們都會提供給對方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一個指標個案你想知道什麼 其實你想知道全部 你想知道你認識的好朋友 你的室友 你的麻吉 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你會想要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想知道怎麼樣有技巧的 不讓大家知道你是指標個案對不對 所以 其實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說服對方 讓他相信你 好 TP群聚的減害計劃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希望怎麼樣 因為TP傳播的不快 但是潛伏期很長 我們希望他中期醫生都不要變成病人 所以我們找出熱點之後呢 我們會達到 我們以達到標準的接觸者匡列 倘若達到標準的以外的接觸者也變成病人 我們剛剛要做的事情就是四個字的投食入池對吧 我們就要增加擴編我們的潛伏期間感染治療的部分 我們會討論執行細節 而且給明確的建議 大家要知道 當你一個人面對三百個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給模擬兩可的答案 模擬兩可的答案只會讓這個程序更能變得非常困難執行 那我們也會在行政上環境上個人防護上進行一些控制 我們會跟主管說 為什麼行政上他入學應該要篩檢的S光片你都不追他 你說這麼多的東南亞跟中國的來的大學生 結果你通通都不配套 然後你又把他們跟學生住在一起的 因為你要促進交流嘛 你把他住在一起 可是你又不配套S光片的篩檢 他有症狀的時候不知道要去哪裡求醫 這些事情是行政要面對的問題 再來你的環境控制的好嗎 你的學校收這麼多的學生 學生密度這麼高 結果你居然沒有排氣孔 對不對 這些事情我們會一個一個的討論 不理想的我們會要求他們 但大家要知道我們是疾病控制單位 我們有辦法逛遍全台灣每一個大學嗎 當然沒有辦法 我今天來跟你們講就是希望你們變成中子 最後要跟大家講一個 跟你們可能沒有什麼實際的關係 但是有生之年你們可能可以看到 接觸者絕對是發病最常見的來源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對接觸者進行發現個案的手段 一定是最好 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接觸者發病的時間跟人數 隨著他接觸的時間往後拉 他的發病比例就會慢慢降低 可是即使到第五年 我們追蹤2005年的世代 我們發現即使是到了五年後 他的發病率還有十萬分之一百九十四 我們知道台灣在那個時候的發病率大概是十萬分之七十 所以接觸者其實是將近三倍的發病率 即使到了五年後 所以呢 最關鍵的是什麼 是接觸者我們可以在潛伏期的時候就找到他 我們可以提供他皮膚結合進入測試 也可以提供他血液比型肝藥素測驗抽血 來找到他是不是潛伏結合感染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就給他治好 他就不要變成病人了對不對 好 可是呢 在治療的時候呢 就要吃藥 因為只要吃一種藥 所以副作用會比 當你發病的時候吃四種藥要來得好很多 而且呢 副作用也變得比較小 因為他是單一種藥而已 不像我們在吃四種藥的時候 有三種藥都傷肝 他只有一種藥 所以他的肝炎的發作的比例非常的低 而且通常都是停藥就會好了 所以問題不大 治癒的機會非常的高 在兒童更是非常有效 所以基本上潛伏期的治療當然是最簡單 可以解決掉什麼 解決掉這個潛伏在冰山下面的這麼多的人 你可以想像你家的阿公阿嬤 其實他們的潛伏期的感染的比例 大概都超過50% 他們只是在等待 等待他的免疫力breakdown的那一刹那而已 對 所以發病的比例非常低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是誰 所以在我們過去呢 疾病管治署呢 做了非常多 從叫做疾病管治局就開始做這件事 到變成疾病管治署 應該不會變成疾病管治部才對 好 因為變再大也沒用 人都一樣多 你可以看到2007年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怎麼樣 我們開始對接觸者檢查 提供比較多的資源 我們拜託接觸者去看病 然後叫他免部分負擔 OK 也就是說你去台大醫院 你如果是接觸者去台大醫院 你拿那張單子去 你只要付掛號費100塊 你不用付450塊或是550塊 OK 好 到了2008年我們就率先 對小於13歲的家庭內接觸者 提供前腹接觸感染治療的診斷跟治療 到了2012年我們就擴增到1986年以後出生的 各位都是1986年以後出生的吧 對嗎 如果你是接觸者 而且你有這些condition的話 我們就會提供前腹接觸感染的診斷跟治療 2015年呢 我們今年呢 開始呢 對六個城市呢 因為他們相對自己提出了自備款 所以呢 我們就提供所有年齡層的接觸者 都進行前腹接觸感染的診斷跟治療 你們坐在這裡可能很難想像 如果你是個接觸者 或者要獨散其身就好了 反正我是前腹接觸感染 我也不一定會變病人啊 剛剛老師已經說了 如果只有10%的大人會因為接觸變成病人嘛 那我們搞不好是九成對不對 如果要叫你吃270天的藥的話 你應該會這樣想吧 那其實我們要知道的事情是 很多時候呢 雖然傳染病防治法保障各位的就學權 就業權 居住權 不要受到迫害 可是社會是很現實的 大部分的時候呢 你會不會被迫轉學 會不會被迫離職 不是疾病管制署可以拯救各位的 除非你還投訴我們 然後有證據 我們就會幫忙開法這樣 但是大部分人都選擇默默吞下去 尤其是我們結合病病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弱勢 但是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我們也遇過啊 你知道嗎 他決定要結婚了 結果他就發病 結果他整個婚禮就毀了這樣子 那我們也遇過媽媽發病的 所以原則上其實我們可以在我們知道 我們是結合病感染者的時候 就趕快處理自己 而不是等到變成病人 那我們也更應該支持我們旁邊的這些 萬一他變成接觸者的話 那我們目前每一年大概都有五千多個接觸者 在接受前部結合感染的治療 一年大概有十萬個結合病的接觸者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不死跟不生的話 23年就輪完一次了 沒有啦應該會越來越少 但是原則上我們需要治療的人 而且在治療的人大概有五千個 那我們都希望說能夠趁早治療 我們也希望治療好好的治療 然後以後就不用面對發病的困難 那我有一些教材啦 大家如果把講義印出來的話 都可以上網看 因為今天你沒有遇到 明天你沒有遇到 並不表示以後不會遇到 當你周邊的人遇到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會是他們支持他們的那隻手 而不是把他們推下深淵的那隻手 都是你害的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原則上這邊提供許多的教材 那如果你們有臉書的話 也歡迎分享這個PDF 我們有13張 其實當初在臉書上分享 是像臉書的那個照片這樣一頁一頁的 你們如果去找關鍵字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對就是幫忙我們 如果你也接受這樣子的概念 幫忙我們分享給其他的同學 我們要做校園指標感的訪視之前呢 我們會有一些準備 你們看到有那個檢核表對不對 好 裡面會告訴你說 去到人家家一定要有禮貌 所以要先自我介紹 那我們跟人攀關係總是要先給他一些資訊 各位今天可能沒有足夠的資訊跟衛教 但那也不是我今天要你跟同學練習的 基本上就是寒暄 然後呢 我們公共衛生一定會帶到衛教資訊 因為我們要跟他建立關係 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 那第三個部分是接觸者辨識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透過跟他的interview知道 他到底有哪些我們在乎的接觸者 最後要離開之前呢 我們一定會給他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呢 我們要讓他知道以後怎麼樣找我們 所以公共衛生在同人自我介紹的部分 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 以後你們要去interview任何人的時候 都一定要先這樣 一定要先跟人家有禮貌 而且在我們公共衛生的interview裡面 我們最在意的是什麼 我們最在意的是建立信任合作的關係 跟確保個案的隱私 如果你沒有在一開始跟他講 你等一下應該interview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今天你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要練習這兩句話 我們在面談的時候 會提供資訊跟衛教交流 這些東西呢 不是你們今天的重點 但是我們平常是一定會做的 那面談之後呢 我們會強化他對這個疾病的認知 而且呢我們會跟他討論現在 他結合病診斷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想要在未來的任何時間內 可以幫助他 所以我們會先評估他的情況 然後知道我們要給他什麼 這麼樣一來之後 其實這個病人就對你有信任了 你想想看 當你對一個疾病不是很了解 可是公共衛生護士 或是我們公共衛生的工作人員 可以解決他的困難的時候 他的心會跟你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呢 你才有機會進入到接觸者辨識 你會先計算他什麼時候開始有症狀 對不對 症狀往前推三個月 然後呢你就知道他可傳染期的開始 我剛剛有講到可傳染期 可傳染期的開始的時間呢 一直到他傳染期結束之前呢 那些跟他接觸 每天跟他接觸的 或者是累積曝時數大於40小時的 或者呢怎麼樣 跟他天天住在一起的這些人 你就要把他抓到 病人一定要告訴你誰天天跟他住在一起嗎 不見得喔 另外呢你會跟他講說 那我們心裡面會想說 哪些接觸者是我要急著要去拜訪的 哪些可能會比較慢 因為比較優先的是什麼 跟他接觸時間比較長的 年紀比較小的 這些人可能需要比較趕快去做 有些人可能慢一點 好 那另外呢 我們會開始收集這個接觸者 到底是誰 有沒有姓名 有沒有聯絡電話 有沒有暱稱 有沒有什麼樣 有沒有住址 我們可以去接觸這些接觸者 OK 那一樣的 我們再次在這個地方 要讓指標幹知道 當我們去接觸這些人的時候呢 我們並不會告訴對方說 我們是因為誰誰誰跟你接觸的關係我們才來 尤其是像這種呼吸道傳染 空氣傳染的疾病 其實有時候還蠻難猜測到到底是誰 除非指標幹自己跑去說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跟病人告訴他說 我們會給接觸者怎麼樣的 轉介的方式跟後續會發生的事情 結論我們會讓病人問問題 就像我剛剛上完一個50分鐘 我會問你們說 你有沒有什麼事情不了解的 因為呢 有的時候病人好像看起來都一直點頭 但是其實他並不真清楚你說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用一些技巧來確定 他真的知道你今天教他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那幾個地方 有時候是要追究的 然後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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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回正面 真的啦 我知道那個其實啊 其實這個你知道這裡面的這個課啊 是一個兩天的課程 然後到台灣就能說成天 然後我在美國還上過 Interview Scale上 用英文上了五天這樣 你就知道美國人也有去 美國人什麼事情都是非常的 就是都把你當笨蛋 所以他從TV的One more one 開始一直交流地交到 第五天的下午 他派一個戲劇系的人 戲劇系的學生來當假病人跟英格律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 我們這種不是講英文的人 還要在那裡都英文 在那邊跟他混得很輕盛 對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在台灣 如果你們要再繼續在台灣久一點的話 你一定要有個認識 就是同樣的價錢 同樣的品質的人 但是你就是要做人家一點 我們會到兩倍的事情這樣子 對 你的功能越多 你得到職業的工作機會就會越多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跨領域的話 你的工作機會就會越大了 我很希望 我每次來上課都只有一個希望就是 若干年後看到各位出現在我們公司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上課大家非常喜歡我們的工作宅 剛剛有些人當病人 有些人當訪問 有些人當觀察員對不對 我們先來問問病人的感受好不好 這排裡面誰當病人 好來 你先 就還好 就沒什麼 就是聊 覺得狼員問你的時候你覺得怎樣 就也蠻有禮貌的 就是不會讓我覺得不舒服 對 他比較像 就像平常聊天一樣 我就沒有 對 對 所以你覺得他其實表現得讓你覺得還蠻想像的 嗯 這台還有寫字幕 最後一位可以給他麥克風嗎 謝謝 分享一下你當病人的感覺 就是剛剛就是會覺得有點戒備 對 然後 因為他問到你一些隱私的問題 嗯 對 然後最後就是好像 其實他其實也沒有問到 就是他有問到我生活的一半 可是有另外一半是沒有 他沒有touch到 對 那什麼樣的問題讓你覺得好像最戒備 最戒備就是他的插入很即時 就是他會問說你白天上課的狀況是 他當然就會回答我會在上 OK 像這種 了解 所以但他至少不是問你有去上課沒去上課 他是一個開放式的問題 還不錯嘛 你的房源技術還不錯 好 這台還有誰是病人的 喔 有人自願舉手根本不是那一台 很好 來黑衣女 請告訴我們同學 你當病人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可能房源的問題沒有很 就是很針對那個點 就是比如說 你有那種只有被脫了一半衣服的感覺嗎 可能就會透露一點沒有全部 既然他沒有問我們也不想講對不對 好 很好 你覺得他當病人怎麼樣 就是好像被關心 哇 好棒喔 對啊 有被關心 這一點不錯 跟剛剛第一個同學一樣 因為他覺得 你知道他們其實他很具體的講出那個感覺 他告訴你說 他很有禮貌 所以我想要回答他問題 但他跟你講說他很關心喔 對 其實我們很多病人 在結束結合病治療的時候 跟我們公共衛生護士說什麼 你們猜 那我好了以後 還有誰會來關心 因為連他的兒子都沒有來喔 可是我們關懷一天天都去 現在還有病人嗎 OK 好 謝謝你們的分享 接下來問問訪員的感受好了 當你是訪員嗎 OK 你說說看 我覺得我的病人很友善 然後 所以好問嗎 很好問 很好 我趕快來問你的訪員 我趕快來問你病人是這一位嗎 你真的有 你真的 你趕快只脫了四分之一件的衣服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他 你當病人的感受就好了 就是他已經很關心了 然後他就是有非常需要介紹他自己 然後為什麼要來訪問訪員這樣 所以你覺得其實還滿清楚 然後也夠想做這件事情好 怎麼你們大家都這麼和諧啊 我們怎麼都沒有聽到 其實我剛剛走過來這邊 他們真的超和諧的 這邊有訪員嗎 我覺得那個病人還滿和善的 就是我問什麼他就會問什麼 唉唷 所以你們你知道我幫我外産護士訓練的時候 都不是這樣 大家都好有經驗喔 PV當那個刁刁你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你有問到 你想要問的 有沒有什麼地方你覺得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還沒 就是掌握那個時間 時間才太短對不對 但是就是有抓到 就是有幾個可能的接觸者的來源 是 就是你覺得柯柯的生活 跟你想像的大學生很像嗎 就很亂相 亂相的 所以你覺得沒有什麼意外之處這樣 OK 好 這邊還有 你們這邊還有訪員嗎 我明明記得這個人是訪員啊 你看他還有一個主秀 他跟風傳一下 跟風傳一下 他們這一組非常有趣 病人那個大部分的時候都在講話 來來來 這位訪員請說一下 你的感受 對 就我覺得我的病人 呃 滔滔不絕 對 問一句回答三句 然後他媽 都 呃 所以你有問到他的工作 他有工作嗎 有在麥當勞打工 除了麥當勞打工他還有什麼兼差嗎 兼差 那什麼其他的身分 那什麼其他的身分 白天是在學校當學生 然後用一些社訪活動 這樣 你知道他是一個助教嗎 是 知道 很好喔 你說說看你觀察到的部分 你覺得可以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會更好 或者是你覺得很好的地方 是因為時間不夠還是不熟悉 應該是 他有什麼時間 兩個是在關心的 OK 好 那還有哪一個是關懷員 關懷員 請說說看 就是他問了滿多問題 然後就是 就是問題 不夠問題的主動 然後覺得可以改進一方式 可能問題跟問題之間可以更串聯 或是從他回答的東西 變到下一個問題 就不論是 東文革行為的感覺 然後 可以再多一點主動的位教 就位教可以再多一點 就建立關係的方法 可以更有手段這樣子 OK 後面的觀察員 然後我們這一組就是 房員他滿溫柔的 所以要讓病人 也就是可以很開心 然後在病房就會打問題 然後 也跟那個上一組他提到一樣 是問題可能就是時間不夠 然後準備的不適合完善 所以問題可能就比較 中文的情況就這種感覺 沒有 就是沒有一層一層這樣溫下來 好 後面那一組的觀察員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們這一組的病人就是 他滿可愛的 就是他都很會就是 自己补充說 就是問的人沒有問到 但是他會自己补充說 欸我還有什麼事情 忘了跟你講什麼 另外有沒有就是 他其實對 就是他還滿涉身阻力 就很覺得自己是等於體力的樣子 然後他就會提出一件疑問 就說那那個就是 就很入戲 然後他就說 欸他那個戴口罩有用嗎 他不甚至討論到 如果要戴N95的話 再去學校會不會很奇怪 這樣子 你一直外面是不是要用照 那個比較那個 那個passion的那個 是不是口罩 病人其實戴一番口罩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他們還是就是 那另外的話就是調查員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他就是都很 按照老師教的方式就是這樣來的詢問 可是就是有一些地方 而且他也很關心這個病人 然後他都有訂明他說 就是說藥物要來實施這樣子 但是他可能關於一些就是比較 他問出來比較專業的問題 可能因為他本身沒有足夠的 這個TV的background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確切的 就是來回答他可能會傳遞一些 譬如說他會說這個抗病毒藥這樣子 就是TV也是病毒 就是有一些就是background的 這些他有一個問題 那另外的話就是剛好 我在旁邊看我有講 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他有問他說 你有跟哪些人做接觸 然後他想要直接跟他要那些 他所接觸人的電話、聯絡方式 這樣子是OK的嗎 就是在就是正常的這個把握的過程 了解 一般來說我們在接觸的檢查 通常很難第一次interview病人的時候 就連開了接觸人的電話 跟真實性就要遇到 但是是可以的 因為在全安排防治法的框架下 公共衛生本來就 父母要執行監製的檢查的義務 你們可能不清楚 全安排防治法的規定 接觸者一定要跟公共衛生合作 不然還可以罰錢對不對 所以其實法律債 但是你要怎麼樣去取得是需要方法的 並不是說有那個法債你就開始罰 那個喊價三千一萬五這樣子喊價 你必須要盡量的在法律以外的手段上面努力過 所以是可以的 他可以說 比方說他說 我的姊妹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有回到娘家來 所以我們大家 連他的孩子一起用餐跟住了兩天 一起在娘家 那你一定會問他說 那你這個姊妹是姊姊還是妹妹啊 那姊姊叫什麼名字 那他家裡住哪裡啊 電話他可能是另外一個縣市的 那你才有辦法轉 我們才有辦法從這裡轉介到下一個縣市衛生局 不然的話就沒辦法 那有的時候還會包括這個姊姊的小孩啊 所以基本上這些是可以的 左邊的同學我怕沒機會 來左邊的觀察員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朱教板 那個你可以跟妳講一下嗎 你看到幾方 現在後面那三個人 從頭到尾都會開玩笑 對不對 從頭到尾都很開心的男生 來來來 你們講一下你們剛剛的感覺 他滿滿歡樂的 我是這幾個觀察員 那一開始我發現我們的病人 好像有一點點在剛開始問的時候 有一點抗拒 就是覺得好像不是很想要回答的問題 不過覺得我們這個房間的感覺 然後就是那個溝通技巧的話 然後就突破新冠 然後後來就變成就感覺到後面的話 反而這個病患還要那個病人 還要提供在泡茶科正的觀察員 不過另外一次發現這個病患感覺 有一點醫護肺體感 就是回答問題的時候都會回答的特別詳細 然後可能沒有問到的地方的話 他會自己補充一下 然後就說欸你是不是還要再問我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是剛好問到一個比較特別的 難怪你們那麼歡樂 所以OK這個組合好像那個就是該耍寶的耍寶的 該回答問題也有不大很詳細 來前面還有一組 我們這一組其實也還滿有趣的 就一剛開始我們的訪員非常的熱情 然後就是非常的活潑 然後問事情的時候也非常的輕鬆愉快 然後我們的病人看起來非常配合 但實際上我在旁邊看 我就覺得恩是羅生本嗎 為什麼我覺得他的故事跟我接收到的故事好像不一樣 就是就是我們的病人跟我們的訪員講說 他是跟媽媽住 然後我覺得恩發生什麼事 然後訪員也不疑有他 然後這樣說那你會跟媽媽聊天嗎 那他有沒有在這中間就發現他其實沒有跟媽媽住 其實沒有 還是沒有 然後這個這件事情就這樣子跳過去 就是感覺上表面都非常平和 但事實上我們的病人好像有隱瞞很多事情 但是他就沒有了解 但是事實上在溝通上雙方好像都沒有問題 了解 對 對 其實他講的沒有錯 他維持表面的那個 表面的關係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知道一天回來就發現 你跟臨床醫生問到的答案 就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兩邊不知道誰是對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交叉比例一下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病人跟家屬沒錯 今天很高興大家看起來都 雖然我們時間很短 但是我想大家其實要回去反思一下 其實你平常在跟你很親密的家人或朋友或親友 在相處的時候 你不停的使用Interview School 其實你不停的使用 使用的好的人呢 他很輕鬆就獲取生活上的資訊 跟必要的情感 使用不好的時候問出來的問題 你會像彈簧一樣彈回自己身上 然後其實沒有答案 還有一種的是活在謊言之中的 他並不知道 所以呢 大家今天透過這個陌生的好朋友 也許那個人我認識也許不認識 但是他們提供了他們的時間跟你們在一起 我相信這樣的學習會比自己在摸索的時候還學習的更多 那我也謝謝大家今天參與這個功課 那希望之後有機會在職場上見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